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逢星期四的K2搜寻节目时间 我是吴永妍 巴尔冲突爆发了超过半年 以前没什么人留意的加沙地带 全靠TikTok 现在已经多了很多人知道那里的惨况 也都知道巴勒斯坦人被迫害的历史 不过巴尔冲突的新闻 有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名词哈马斯 很多人都是对它知不知道 大家只知道它是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 而以色列和美西方就叫它们做恐怖分子 但到底哈马斯是什么来的呢 它创始人又是谁呢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近年我们经常听到的名字 哈马斯它的创始人的故事 为什么我特别要讲这个创始人呢 因为我第一眼看到它的相片 我也吓一跳 一个统领西方认为的恐怖组织的领袖 竟然是个四肢瘫痪的残疾人 它坐在轮椅上面 有一只眼还是弱视 它到底有什么个人的能力 可以坐在轮椅指挥着对以色列的襲击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謝克艾哈迈德阿辛 名字太长了 我们就简单叫它阿辛 阿辛1936年出生于以色列南部城市阿什克隆附近的一个小渔村 它的祖辈全部都是巴勒斯坦人 他们住的渔村原本是属于巴勒斯坦的 不过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以色列就大获全盛 不单止在中东站稳了阵脚 国土面积更加直接增加到二万多平方公里 而巴勒斯坦的国土面积就直接缩水了八成 阿辛所居住的渔村也由巴勒斯坦的领土 变成了以色列的地盘 阿辛就亲眼目睹以色列的推土基开入村庄 他和他的父母只能够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屋被移为平地 屈辱和愤怒从此在阿辛心里发芽 阿辛一家也由一个中产之家直接淪落成为 要住入难民营的社会最底层 当时只有12岁的阿辛更加遭遇不幸 在逃难的时候不小心跌断了颈椎 从此瘫痪终身与轮椅为伴 失礼了基本行动能力的阿辛 并没有因为苦难磨灭了他的意志 他从小到大喜欢看书 坚持奋法向上 阿辛相信人废但信念不能废 于是难民营努力地读书 后来更加考上了埃及一间高等学府 毕业后成为了一个阿拉伯语的老师 在读大学的期间 阿辛加入了穆斯林兄弟会 结析了一大班有共同理念的阿拉伯兄弟 他们都有共同梦想 就是要驱逐西方的殖民者 知识是会令人醒觉的 阿辛在学习和教授知识的过程中 发现单纯的知识 并不能改变巴勒斯坦人民的现状 他决定换一个方式去为国为民 回到加沙之后 阿辛开始频繁地去到一些 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地方演讲 由于他学识丰富 经常帮助一些贫富的百姓 又帮穷人办一些免费的教育 所以阿辛身边很快聚集了一大批追随者 和有抱负的同行者 阿辛就慢慢建立起他属于自己的组织 而阿辛在当地的威望 亦都开始与日俱增 人家个个都叫他借克 借克在阿拉伯语里面 就是对德高望重长伴的专称 有什么争拗 大家都喜欢找阿辛来调解 人怕出名猪怕肥 以色列当局一早留意到 有个坐在轮椅四处散播真理的残疾人 透过特务的情报分析 他们判断阿辛的能量不可以少 日后必成大器 加上又发现他们暗地里大量撕藏武器弹药 随时准备发动武装的暴动 于是以色列就以非法持有武器和炸药等罪名 拘捕了阿辛 经审判之后 他被判刑13年 阿辛坐了一年牢之后 因为埃及外面交涉 利用交换俘虜的办法 将他换了出来 以色列以为折磨阿辛可以令他自然而退 没想到无缘无故的折磨 反而令阿辛折磨出名气 加沙的老百姓 个个都专称他做不懂得走的圣人 之后世界局势变化 埃及不再为巴勒斯坦人撐腰 转而向以色列交好 阿辛看到靠埃及出头 将失去的土地 由犹太人手里奪回来的愿望 已成为炮影 巴勒斯坦人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 只能靠自己 1987年12月9日 加沙发生了一件事 更加坚定了阿辛对建立属于自己组织的决心 事件是这样的 一架以色列的军车 在加沙一个难民营 撞死了四个无辜的巴勒斯坦老百姓 以军的军车 无辜老百姓的拦截扬长而去 一下子引爆了巴勒斯坦人民 积累已久的怒火 个个就揭杆起义 用石头、赛刀、龙具作为武器 攻击以色列的国防军 这场起义后来大家叫做石头起义 一对阵 双方的实力太悬殊 巴勒斯坦的百姓借得赛刀和石头 而以军就出动坦克、机枪、大炮甚至凶杂 来对付他们 结果冲突为加沙的民众造成极大的伤亡 这件事对阿参带来很大的震动 他心想如果加沙继续是一盘散沙母组织 就只会永远被人欺负 于是阿参心感时机成熟 拿出他早已编写好的哈马斯现象 藉着石头起义死伤惨重 利用他多年积聚的人脈赠给一呼 将各路起义军召集在一起 宣布成立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 简称哈马斯 正式成为加沙的武装力量 哈马斯的发音在阿拉伯语里 就是狂热激进的意思 这份宪章也强调 他的组织最终的目的是要消灭以色列 并且明确说拒绝一切和谈 会以暗杀爆破为主要手段 拿回他们的土地 他们要将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 那么摆明居马对着干 以色列当然不会放过阿参 1989年以色列当局再次以煽动暴力 杀人妖言或众等几十条罪状 将阿参关入监狱里面 为绝后患以色列法院甚至将阿参判处终身监禁 从此监狱就成为了他家 不知不觉过了八年 阿参的追随者一直都没有放弃营救他 机会终于来了 1997年9月 若旦就捉到两个以色列的特工 他们提出以两个特工换回阿参 以色列方面觉得 也好啊 用一个废人换回两个特工 这个买卖多值得 于是就将阿参放了出来 阿参恢复自由身 囚禁期间因为遭到虐待 阿参又眼失明 耳朵半聋 必须要靠助听器才能听见 加上他本身四肢瘫痪 能够活动的 只剩下一只眼一张嘴和一个脑袋 但本身出入监狼 但没有把阿参打倒 反而令到他的求性心越来越旺盛 2003年 我们国家的新华社主巴尔地区记者 周日君当面和阿参做了个专访 他说面对面接触这个神秘的精神领袖 感觉很惊讶 原来他是那么瘦小 那么虚弱 那么连迈的一个病人 因为长年牢肉生涯毁坏了他的声音 所以他说起来 他的声音就好像一把刀片 刮在玻璃上 很尖很难听清楚 阿参的听力因为遭到严重的损伤 和他说话也要喊到很大声 但对谈之间 记者发现阿参学悉冤博 思路清晰 用词文雅 绝对不是想象中的草莽人物 记者问阿参 他是以色列重点的打击对象 为什么你可以若无其事地坐在家 阿参就说 暗杀的威胁从来不会吓到我们 我们乐意成为烈士 记者又问阿参 哈马斯的暴力行为 一定会导致以色列剧烈的报复 为什么你们还要这样做 阿参就回答 我们什么都没有 没有F16轰炸机 没有R-Pakki 没有装直升机 所以你们不应该要求我们停止自卫 而是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略 记者再问 你见到一些无辜的妇女儿童流血 难道你都没有这样说 阿参就说 我见到任何的妇女儿童流血 我们都会感到痛苦 伊斯兰教是不允许杀害无辜的人 但为什么犹太人杀害我们的妇女和儿童 全世界就对这件事沉默呢 其实当时我们国家的记者去采访阿参 亦冒死而行 因为阿参的行踪 一直是处于卫星的监控下 你不知道何时会飞来一个飞弹 连带阿参身边所有的人一起炸死 所以记者最后都问了阿参 以色列的定点清除手段 对哈马斯的影响是否很大呢 阿参就回答说 打死一个哈马斯 还会有千八个哈马斯站出来 果然在2004年3月22日 阿参被以色列的战斗机定点轰摘 当场死亡 享年68岁 令人震撼的是 哈马斯的支持者 来到爆炸现场之后 一个个孩子手举着阿参的画像 站在矮墙上 正正应验了阿参那句话 一个哈马斯躺下了 还会有千千万万个哈马斯站起来 我们不是要赞同哈马斯的袭击 但我会换位思考 如果我是巴勒斯坦人 我们的国家被吞拼 我们的土地被霸占 我们的家园被摧毁 我们的家人朋友被杀害 而全世界对这件事无动于冲 那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阿参一个四肢瘫痪的残疾人 竟然可以成为哈马斯的精神领袖 成为大家绝望中最后的希望 那又是什么原因呢? 真的很值得世人反思的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足 下星期我会继续在K2搜寻 和大家讲新的故事 拜拜